人體實驗室 秦妹來測試 很多女生都很會自拍 自拍不是都說 要將45度角下巴壓下來嗎 可是我怎麼也學不會 因為壓下來就有雙下巴了 像我每天這麼認真 用這個滾輪這樣撈 然後用這個棒子這樣拉提 怎麼還沒有辦法 變成巴掌美人呢 恆喜 我跟你說 你用這個手的效果 可能都比這個更快更明顯 妳是說這樣按摩嗎 可是跟初一十五的月亮一樣 這雙下巴到底要怎麼樣可以 但是問題是用手的話 它只有在局部 如果我們用的是針灸的話 它可以讓你的效果更快 而且你會發現說 針完的時候 你這個臉就馬上可以感覺 有這種影像的保護 有一個又尖又美的下巴嗎 這個當然是要做一個 特殊的一個什麼 拉提再針灸一下 我們趕快來試驗看嗎 好 我們去針灸 吳醫師 妳看這雙下巴跑出來 是不是好討厭 對啊 因為有時候我們胖一點 或者是年紀的關係 造成我們的這個肌肉 還有我們的表皮 這邊的循環比較變差 然後它的緊實度就開始變差 而且女生 有時候有這個雙下巴 感覺好像就會比較顯老態 沒錯 但是以中葉的角度來看的話 因為它這個中間這一條 是我們的胃筋 所以如果我們胃筋有受到一些 就是說有濕氣 重的時候 妳會發現這一塊就會特別明顯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蒸… 調整腸胃 把肚子的這個弧度弄小的時候 這邊也會相對就變小 所以我們透過針灸 可以有拉提跟排水的效果 然後也會當它有緊實的一個 就是看起來那個肌肉看起來 又有比較彈性一點 話不多說 馬上來試試看 為什麼紮臉或下巴可以變小 一方面就像我們剛剛 妳不是在那邊搓搓搓嗎 就是讓我們身體的水分 代謝得比較是直接快一點 還有一些穴道部分 它可以就像泰安的交流道 裡面有一個暢通 暢通循環 所以是一個讓它疏通的效果 疏通加上我們的這個 有些髒東西要把它代謝掉 所以妳會發現說我們不是只有 增在臉上 我們還增在其他的部位 體重上的控制 然後增加它的這個糖 這個我們一般說的糖的代謝 所以盡量不要吃甜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重口味的 這些都會讓我們身體裡面 積蓄的中間所謂的一個 濕氣或者是彈性 這些東西會代謝不出去 那我需要也來紮一下嗎 這樣會有效果嗎 我還是怕痛 這裡也要紮紮臉嗎 可是因為妳不是像它 這個下載度那麼大 所以我們紮的針 就可能只有幾針而已還好 針對拉提跟緊實的感覺 好 我們就來體驗一下吧 再這樣吸氣來 吸氣 還行嗎 刺刺 刺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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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會痛 你們來紮看看才說不會痛 還是會痛 可是就是刺刺麻麻的感覺 我現在是不是看起來 有沒有像長鬍子 我知道了幾針 醫師 我這效果好像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我們看它的感覺 是不是差比較多 對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對一些比較有濕度 比較高一點 就是我們中醫講說 它濕的 或者是彈濕比例比較高的 通常都是屬於那種 泡膚質比較胖一點的 又軟軟的 針灸效果特別的明顯 然後如果能夠再配合一些 我們說的臉部的一個按摩 是要做什麼樣的按摩呢 就沿著這個幅度上來 對不對 早上刷牙的時候 做個鬼臉就是一種按摩 這樣 按畫出聲音 按 你就會發現這一點就會被什麼 壓力就會把它吸引進去 你就會發現這個地方 其實就得到一個什麼 穴道的一個按摩 所以觀眾朋友 只要你學會了這些小撇步 天天做 你也可以擁有 又肩又美的肩下巴囉 人體時間是 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